字幕志愿者 特别贵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位棋女艺姿 年轻 貌美 五官深邃 身材蛟好 嗯 是真的很好 好到可以全把你抛到粉碎性骨折 末期 直接一拳讓你住進家庭房 住到你破產 被迫放棄治療的那一種 如果哪位男人 膽敢操惹他 那我只能說 那個男人真的是 嫌命太長啊 我只能替他墨愛了 這個女人叫做 Eva Clark 是莫敬哥在查 Borby Tell的世界紀錄時 查到的 中文資料料料無幾 用我的破音文仔細查之後 發現這個傢伙 簡直就是 現代版神力女超人 她一個人擁有的紀錄 光莫敬哥查到的 就有十項 如果每個紀錄 可以拿到一條冠軍腰帶的話呢 那她現在的腰帶 可以把自己纏成木乃伊啦 她原有的這些紀錄 都跟運動有關 基本上我們在念書時 或當兵時 都蠻常做到 這其中裡面的幾個運動 像是拉單槓啦 伏地停伸啦 進階一點的 會有波比跳啦 波比跳這個動作呢 就是一個強度蠻高的運動項目 尤其是進階版 那這次會列到 大玩靠木的 如果是被當兵的長官超 那行裡面就會很忙 伊啦 阿阿阿 墨金哥已經先口頭 把我的內容馬賽克掉了 各位家長們 請安心觀看 呵呵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講 她破了哪十項的紀錄喔 首先就是 她破了一小時內 以拳頭撐地的姿勢 做最多項 伏地挺身的女人的紀錄 當兵的標準是 2分鐘做51下及格 你們知道她一小時做了多少下嗎 1206下 破紀錄的時間點是 2011年1月31號 那些驕傲著自己做了100下伏地挺身的男人 來吧 依這個女人當目標吧 想辦法超越她吧 再來 2011年1月31日 她破了這個紀錄的僅僅隔一天 也有可能是同一天做的 只是說她做完的時間點已經是隔日了 她破的紀錄是24小時內 以拳頭撐地板的姿勢 做最多向伏地挺身的女人 這個紀錄非常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她挑戰的時間是24個小時 幾乎無法睡覺 她做的次數呢是 9241下 完成的時間點是2010年的2月1號 就是那個一小時內拳頭撐地板 伏地挺身玩的隔一天 但應該是她在挑戰24小時這個紀錄的時候 順便破的那個1小時的紀錄 順序應該是這樣的 兄弟們 你可曾想過一個女人做伏地挺身 做到快1萬下嗎 相比之下 我們台灣的軍人 或者是那些海豹部隊們 我覺得我們這些人簡直就是 路邊巷口垃圾桶裡面的垃圾袋裡面的垃圾衣紙 不值得一提 我的天啊 太恐怖了 再來第三個紀錄是 1分鐘內以拳頭撐地板的姿勢 做最多向伏地挺身的女人 破紀錄的時間是2015年1月9號 她做了幾下呢 剛剛墨鏡哥有講到 當兵的標準是2分鐘做51下 給女人是及格 這女人一口氣幹了70下 而且是1分鐘70下 太瘋狂了 更瘋狂的是 隔一天 她一個一言不合就跑去挑戰 20小時內做最多下波比跳的女人的紀錄 哦 中頭戲來了 波比跳這麼項目的真的輸了 但是呢 她還挑戰了 而且一跳這一跳之後 Facebook消失 墨鏡哥真的不誇張 這真的是很恐怖的挑戰 就算是專業的運動員 也不一定被挑戰這24小時的運動紀錄 這真的會給身體跟仙靈 帶來極大極大的痛苦 那她跳了幾下呢 più Vai 做文聽好 來 當然他這次跳的波比跳呢 不是墨鏡哥講的那種最變態的 他少了蠻多的動作 但基本上要你在20小時內 跳12000下 那大概也是螢幕前面 沒有人做得到的事情 好 墨鏡哥口氣很大 沒有人做得到喔 螢幕前面的你是否不甘心啊 是不是覺得墨鏡哥講的太誇張了呢 喔 如果你有這個想法 歡迎你去挑戰 墨鏡哥也非常樂意 破紀錄的人 就會出現在墨鏡哥的粉絲當中 這樣我就非常驕傲了 那值得一提的是 他會破這個紀錄 其實是因為想要替兒童癌症基金會 墨資 想讓更多人注意到兒童癌症基金會 所以他的行為真的是非常的偉大 也非常的了不起 也非常的不容易 再來下一個想法是 一小時內拉單槓最多下的女人 講到拉單槓 墨鏡哥真的是非常有感 如果要直上直下 腰桿挺直不彎曲 身體不擺動 每次拉上去的時候 下巴都超過那根單槓 喔 那墨鏡哥的極限也差不多是 10多下 多一點點這樣子而已 如果身體可以在那邊甩啊 盪啊的 我可以做到20多下 基本上要我再多沒辦法了 但他的女人可以 一口氣拉 725下 一個小時喔 而且墨鏡哥看這影片 真的是覺得這女人 惹不起 動作之標準 讓我瞬目結舌 基本上每一次下來 手都是打直的 而且腰桿也都是挺直的 上去時也基本上就是下巴超過了 又大又黑又硬的那一根 單槓 沒筆的意思 沒筆的意思 大家要誤會 破紀錄的時間點是 2016年的3月10號 同樣 他也是為了慈善機構 募資 來做挑戰的 而在同一天 他又再一次的虐待了自己的身體 24個小時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又挑戰了 24個小時的運動紀錄啊 這次挑戰呢 就是剛才說的 單槓 應該就在同一天破的啦 他24小時拉了 3737下 狂 莫敬哥真的只有滿滿的佩服 如果莫敬哥有10萬顆是一概 我願意我10萬顆都給你 但是請放心 莫敬哥只是在講幹話 因為我只有兩顆 而且我一顆都不會給你 呵呵呵 我還想走路啊 所以嚴格來說 他其實是為了慈善機構 去挑戰24小時的單槓金啦 因為最終的目的 應該是24小時的這個項目 而這個呢 也更能夠引人注意 誰會沒事一言不合 就去拉個20小時的單槓 你跟我說 再來隔一天啊 他可能發現了 他沒有順道 把這12個小時的紀錄給破掉 隔一天 2016年的3月11號 這女人一言不合 又跑去拉單槓拉12小時了 這也是他成功破了12小時內 拉單槓最多下的女人的紀錄 次數呢是2740下 呵呵呵 各位 這一轉一下到底是幾下啊 容許莫敬哥高怪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12個小時他拉了2740下 24小時3737下 如果12個小時的速度 可以持續保持到24小時 那麼他應該可以拉 5480下 但是為什麼他大大少了2000下呢 因為越後面他真的是越累 必須要擁有 極大極強極堅定的意志力 你才能夠持續的做下去 要不然應該很多人做到一半就放棄了 直接不做了 他哪個人都閒情一直跑去那邊拉20小時 洗洗碎吧我 哦 所以有沒有更佩服他了吧 再來 2018年2月23號 這女人又去挑戰金氏紀錄了 他成功破了 在一分鐘內跳最多波比跳的女人的紀錄 這次波比跳這個動作的標準是 胸口必須碰到地面 而且呢必須含有伏地挺身的這個動作 那他做了幾下呢 30下 啊 墨金哥如果做的動作的話呢 大概 10多下 我就可以傳到把你的氧氣都給吸光 用他可以做30下 10點是208年2月23號 當天 這個女人呢 又一言不合就想不開了 他又跑去做24小時的挑戰了 挑戰什麼項目呢 就是同樣這個動作 同樣這個標準 跳最多下波比跳的女人的紀錄 次數呢 做了5555下 哇 非常漂亮的數字 如果有人不知道這個數字多麼誇張 歡迎各位自己用這個標準 做幾下來試試啊 最終於這個紀錄是 23小時內以接力方式 並且以胸口碰到地板的標準 做最多下波比跳的紀錄 他們做了125024 刷新紀錄的時間點就是在去年 2020年的5月3號 為什麼剛莫敬哥講他們做了幾下呢 因為 這是以接力方式 總共團隊有6人 這個團隊會去挑戰這24小時紀錄 其實是有原因的啊 這個時間點呢 在國外 疫情可以說是 災情慘重 民眾叫苦連天 幾乎快要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很多機構 很多場所 很多地方都不能去了 好含健身房 那這個組織呢 就是希望激勵人們 儘管面臨封鎖 儘管有這麼多的挑戰 就算健身房不能去了 但是他們依然可以在家裡面保持健康 雖然他們用這種非常艱苦的挑戰 來喚醒人們這樣子的意識 他們破紀錄的方式 接力的方式呢 都是透過螢幕 透過視訊 透過語音 而審核人員呢 也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啊 他們也是在螢幕後面去監督他們 他們成功立了這一道 金氏世界級的高強 一萬兩千多下 那Eva Clark他為什麼那麼強呢 最後面的目擊就簡單的介紹一下 他的故事 他的背景 其實他的家庭呢 並不是很好 他的母親有精神分裂症 他在一個不是很好的家庭長大 他跟他的兄弟姐妹們呢 都都此被迫去被收養 那他的童年呢 就非常的糟糕 後來他加入了澳大利亞的陸軍 嗯 他是澳大利亞人 他在陸軍裡面就介紹一些軍事訓練嘛 他發現這些訓練呢 可以讓他覺得自己越來越好了 透過運動他發現 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好了 運動也讓他的意志力越來越堅定 後來他也成為軍中的訓練員 他說 面對身體 挑戰似乎從來沒有阻止過他 遇到每個問題 他都以非常堅定的意志 和成功的心態 來面對這每一次的逆境 每一次的挑戰 每一次的問題 在第一次挑戰20小時的紀錄的時候 尤其是如此 大概在剛開始挑戰8個小時後 他就開始感到 一切都快崩毀了 身體非常的疼痛 非常的累 非常的痠 他的意志力也受到了極大的考驗 他一直想著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 但是當他第一次 將自己推上到這麼極端的情況下 而且克服之後呢 他徹底為自己驕傲了 第一次挑戰20小時的紀錄 也是他最愛的一次紀錄 因為這是他生平第一次 有勇氣 就是這樣子巨大的考驗 而且他成功克服了 後來他也有許多項目被刷新了 像是木槿有查到單槓這個紀錄 就被稍微刷新了一點 但不影響他這個人偉大的成就 而他對此也是非常開心 他總是不斷的鼓勵著身邊的女性友人們 或者是其他廣大的女性同胞們 勇敢的挑戰自己 讓自己變得更好 怎麼樣 螢幕前面的各位 是否也莫名的熱血起來 覺得被激勵了呢 如果有的話 就向他學習吧 傳承他的精神 勇敢的挑戰自己吧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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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訂閱我的 disclaimer pores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 有 negativity 聲 sext 陰